如果 就 否则就 跟if 不一样的是 if 它包含当if的条件 不成立的时候 程式需要执行的动作 这是if 条件成立就做动作一 else 否则 就做动作二 这个条件运算是 它是true 就会执行动作一 不会执行动作二 如果这个条件 算是它是force 是假就会 执行动作二 不会执行动作一 动作一 跟动作二只会 因为条件判断式的 true跟false 折一来执行 不会两个都执行 假如年龄 大于等于18岁 我们就印出你已经成年了 否则的话就印出你还未成年 它的流程图是这样 这是一个菱形 菱形就是条件判断 年龄大于等于18 是真的 就印出你已经成年 是假的就印出你还未成年 整数 这是int 判断 单双数输入一个数字 int 看看这个数字可不可以被二整出 如果4的话它就是双数 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单数 今天如果是我们输入 6 18 它会输出 什么讯息 如果输入101 它会输出什么讯息 因为我们输入 那么浓入 我们可以输入 那就是 如果输入 要输入 如果输入 这些数字可不可以 要输入 如果输入 如果输入 平均大于90分 它是A等级 如果小于90大于等于80 就是B等级 否则的话就是C等级 它的流程图是 平均大于等于90 如果是真的话 它就是A等级 如果不是真的话 我们再判断它是不是大于80 那它就是B等级 否则的话就是C等级 那它是A等级之后 它就会跳来这里 B等级的时候也会跳来这里 就会输出它的等级 这会输入Grade Grade是我们输入 如果大于90的话就假等 然后如果大于80的话就是E等 如果大于70的话就是平等 大于60的话就是定等 那后面这些程式要怎么去做 潮状if if 里面还有if 潮状if的条件判断 适用需要层层过滤的资料 if 里面还有if 外面是if else 里面也可以是if else 在if条件判断式所执行的动作中 可以有其他的条件判断式存在 这是它的语法 这些程式是man是一个字元 它是判断说是不是男生 阿米它是一个字元判断说有没有服役完了 Exp Experience是判断有没有两年的工作 那它会先问说你是不是男生 这个是取得一个字元 GETCHE 然后换行 然后再问是不是男生 是不是服完兵役 再取得有没有服完兵役 好 再判断如果服完兵役 就说恭喜你的资格符合 否则的话很抱歉你的资格不符合 好 那这没有服完兵役的话 就说 他不是男生 请问小姐有两年工作经验吗 问问看看 好 你有两年工作经验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很抱歉你的资格不符 好 那这些程式 你要怎么去输入 输入哪些它会得到什么结果 那它的流程图是什么 好 好